林长风为千月画好眉 又如往常一样上街巡逻 今天是除夕之夜 也是他们在一起整整第三年 林长风还是找了上去 两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挑着手势 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 林长风只觉得情况不妙 这群人见人就咬上去 林长风让手下带着夫人 掀胡风月轩 自己冲上去与这群人厮杀 但是这群人看到千月走后 也跟了过去 林长风赶紧也追了不去 当她赶到风月轩时 护送千月的护卫昏迷不醒 而千月则是满身血迹倒在地上 她赶紧跑过去 抱着千月 还好只是千月做的一个梦 醒来的她赶紧询问起 有没有有他 但是后面出现的一幕 又和梦一样 千月很是担心 她来到风月轩 提前将店铺打凉了 正准备离开时 一个黑袍女人找到了千月 这个女人是冤魄 她这次前来也是帮助千月 这次便是最后一次试证 熬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能回到正常生意 晚上的时候 这群人又准时找到了千月 即使千月一个人躲在屋内 千月就差片刻 就能变成正常人 但是被赶来的蝶努打断 最后 千月不敌重蝶努 倒在了雪地 赶来的长风 抱着满身是血的千月 就往家里 薛神医告诉林长风 只有麒麟血 才可能治好夫人的伤势 林长风深夜闯入太尉 向太尉求麒麟血 见太尉啰啰嗦嗦嗦 直接在房间里面自己寻找 太尉也没有阻止她 拿到麒麟血后 千月的伤势 却没有得到好转 反而却奄奄一息 林长风赶紧去拿着麒麟血 想继续喂给千月喝 回头一看 千月却不见了 两人本是多年夫妻 现在千月却叠化成奴 对着长风就是咬过去 过葵花散发的香气 激起了千月的记忆 让她回想起 与长风相遇的情景 看见千月昏迷了过去 长风不敢相信 她身上的伤 竟然自己痊愈了 第二天 千月梦中惊醒 却已经忘记 发生了什么 长风隐瞒了这件事情 只告诉她 昨晚染了风汗 让她好好休息 然后她就起身前往地牢 地牢关押着 昨晚暴乱的蝶蝶 长风发现这些人 身体上有着 和千月同样的蝴蝶印 在联想起千月昨天的样子 瞬间明白了一切 千月此时在家 也发现了自己身体上的蝴蝶印 她拿起刀 准备刮掉身上蝴蝶 但是宝珠公主突然到来 千月只好先去迎接公主 公主提起了昨天的事情 她很想了解 昨天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带着公主进屋聊天 在他们的谈话中 千月得知了自己被蝶蝶所烧 所以身体上蝶蝶印 才会重新长出来 公主因为最近不要吃得太多 没聊上几句就流出了脾气 看见写了千月 体内的蝶蝶压制不住 就要爆发出来 还好长风及时赶回家中 千月再一次从梦中醒来 长风马上过来询问起伤势 也为自己刚才刺向她道歉 千月知道 现在已经瞒不住自己的身份 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就是蝶蝶 长风向她询问起以前的身份 她却怎么都想不起 就记得记忆的第一幕 就是与你相见时的画面 长风办事途中 意外就有懵懂的千月 而第一次的长风 只是留给了她钱和食物 一人独自离开了 但是千月此时就只会偷偷跟随在长风的身后 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长风见这个女孩行为幼稚 如同小孩一般 决定这一路带着她 给她找一户好人家 长风来到一处酒铺 就把千月交给了这个阿神 千月并不知道 长风已经离开 而她也只知道在原地等待着她的到来 留给她的钱和衣服也被人偷走了 阿神晚上想带她回家 但是她不想离开此地 长风还没有到来 阿神也觉得麻烦 便抛弃了她 等了三天 已经鸡肠碌碌 见到冰糖葫芦 一个个地就吞了下去 但是她终于看见了长风 她迫不及待地想跑过去 却被老板一把抓住 千月等了三天三夜 终于等到了林长风 现在的她对长风寸步不离 林长风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府邸 也差人送来一些换血衣服 林长风还招来了隐藏多年的密烫风水 下达给她的第一道命令 竟然是给千月洗澡 出洗过后 千月的样貌 让林长风大吃一惊 从此千月在这里安顿下来 她也孜孜不倦地传授千月生活技巧 解答她各种奇葩问题 渐渐地 千月适应了成人应该具备的生活技巧 每天千月都期盼着长风归家的那一刻 在她的眼中 长风每天出门就是打猎觅食 所以千月每次都先查看她是否受伤 然后就向她讨要猎物 那猎物呢 往后的每一天 长风回家都带上了自己的猎物 送给千月 转眼间 千月已经和长风相处一年 两人渐渐地也爱上了彼此 千月并不在意别人的看看 她只想一生待在长风身旁 但是长风的父亲来到了林口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年后就是婚期 千月得知这件事情 无力感和孤独感瞬间压在心头 她故意演了一出戏给长风看看 想不让她因为自己为难 晚上的时候 她带着酒和长风共鸣 但是没喝上多久 千月就醉倒了 千月自从酒后说出新声 长风就下定决心去退婚 她来到了相国口 先斩后奏 直接向父亲秉明自己已经退婚 长风回到家 家中无意盏灯还亮着 她在家中四处寻找 但是都没能找到千月 原来千月白天为了替老婆婆伸张正义 却意外发现自己异于常人 容易产生攻击人的想法 这个老婆婆是专门来找千月 她告知了千月蝶奴的身份 而且她种的蝶谷不是一般的谷 为了治疗好自己 她答应了冤婆婆的要求 留在此处 一晃七天过去 长风已经将城中翻了个遍 直完夜班回来的长风 看见家中灯还亮着 马上跑过去 长风向千月问起这几天的指向 看见千月并不想告知她 也不多过问这件事 外面出现的孔明灯 引起了千月的注意 他们决定也放一盏 属于他们的孔明灯 两人在上面都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长风没有说自己写了什么 而是拿出婚书交给千月 千月接受了婚书 他们决定今日便成婚 一切恍若隔世 美好的过往都如千月的一场梦 如今只差片刻便能成为 长风完整的妻子 最终的结果还是蝶谷爆发 千月自知蝶奴的身份 是不能留在长风身边 起身边要走 但是长风不愿他离开 长风认为蝶谷能种下 则一定有解除的办法 长风找到了二哥林长静 向他借了当年剿灭 宜兰石缴获的白骨全策 他在宁城思不吃不喝 一直寻找着结果一半 终于他找到了墨奎汤可结果 长风也终于明白 那七天千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回到家 千月还是如往常一样 等着他的到来 他第一时间冲向千月 死死地抱住他 念前的女子竟然为了自己 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 曾经宜兰族向宝珠公主求亲 先必念公主宁幼 不愿他出嫁 便派了长风阿姐出嫁 宜兰族却把阿姐种下了蝶谷 父亲不得已亲自复杀了二姐 这也导致了林长静 对宜兰族困之入 林长静已经封吼 本该在外面镇守边关 但是他听说京城中蝶谷爆发 连夜赶回京城 逼迫皇帝写下诏书 让他来彻查此次时间 爱好林长风及时赶到 替小皇帝解了围 太尉看见自己的两个儿子 在皇帝面前剑拔弩张 也传话让他们二人来相国 太尉痛批了二人的行为 因为长风管理的宁承司 让宜兰蝶奴会 便辞去了他指挥室的职务 彻查的事情交给二哥林长静 长风与千月讨论 其解决蝶谷的事情 得知自己被麒麟血所救 联想起宝珠公主流鼻血 就让千月难以自控 他怀疑公主的血 可能就是麒麟血 他来到宫中 侧面询问其这件事情 原来五年前 自己向先帝求来的麒麟血 也是从宝珠身上货 林长静这边来到京城 也抓到了宜兰族少君 除夕夜的事情也是他策划 从他手中获得了宜兰蝶谷 也得知宝珠公主就是麒麟血 也是唯一能救治自己大姐的伴侣 原来林长静一直保存着大姐的尸体 林长静为了得到麒麟血 便向小皇帝提出 将宝珠公主许配给他 他看见下发的圣旨 便急匆匆离开了皇宫 宝珠公主亲眼看着他离去 他知道这个人杀伐古断 对他有一分畏惧 又对他有一分憧憬 一路上都在远处默默跟随着他 想了解这个男人 宝珠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千月 并且将这个好消息带给他 大婚当天 因为惧怕宝珠身体里面的麒麟血 千月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 只是远远地在外面看着 期盼着林长静能善待宝珠公主 宝珠一直在闺房等待着婚宴的散场 等着常静的来到 林长静慢慢地靠近宝珠 但是他并没有向平常的夫妻入洞房 而是第一时间拿到自己想要的麒麟血 大婚后的林长静 每天都在给宝珠公主吃各种不要 在宝珠的眼中 常静是和父君一样担心自己的身体 才给他吃这么多的药材 林长静为了快些让宝珠的身体恢复 每天如同练兵一般让他锻炼着身体 没过几天 宝珠公主就坚持不住了 为了躲避训练 便差人送了信给千月 信中说道 要到家中暂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 宝珠一个人悄悄前往 但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手上的伤口再次裂开 一滴血顺着伤口流出 睡梦中的千月被麒麟血给吸引 不受控制地找到了宝珠公主 但是千月并没有伤害他 而是将其余也被吸引过来的蝶奴打倒 救下了宝珠公主 但是她的意识逐渐控制不住 还好长风及时赶到 拿着墨奎花经由散发的气息 暂时压制住了千月体内的蝶骨 但是这一幕却被林长静看到 长风带着千月来到了风月轩 千月向宝珠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也得知自己的血就是麒麟血 会吸引蝶奴的到来 还没聊上几句 林长静便来到了风月轩 她来此处寻找宝珠公主 长风向她询问起宝珠公主的伤 为什么越来越严重 林长静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宝珠公主站出来替她解释道 是自己的旧伤复发才流出的血 马上就带着林长静回到了侯府 千月对今天的事情很疑惑 便找到了渊婆婆询问起 为什么隔着一条街还是会被吸引过去 渊婆婆把这麦 不敢相信千月竟然有了身孕 蝶骨与孩子互相争夺体内的血迹 逼迫着你去觅食 所以对麒麟血非常敏感 千月知道自己怀孕后回到家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长风 墨奎花粉现在对千月伤害越来越大 少量的墨奎花可以压制蝶骨 但是马上就要到三月 城中的墨奎花都将要开放 所以长风决定这几天带她出去避一避 但是他们却被林长静邀请到侯府 假借着家庭小聚 实则想利用墨奎花茶来试探她是否是蝶奴 爱好长风及时制止了千月 他们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侯府 这件事情后 林长静已经确定千月是宜兰蝶奴 而且她与其他蝶奴不同 她怀疑千月是宜兰人 所种的古读不相同 林长静又找到了宝珠 她知道长静所来为 她故意支开了和喜 并且把碗打破 营造出是自己不小心将手划伤 也让和喜不用为自己担心 但是林长静并没有心愿 还是拿着刀将手划破 此时的长风和千月正在收拾行李 准备明天一早离开京城 但是林长静带兵来到了林府 吉林雪散发的气味并没有引来任何人 林长静见状只好离开此处 见到林长静离去 长风赶紧跑回房中查看千月 林长静回到家 宝珠公主早已等待了她 看见她的脖子上受伤了 宝珠公主将她带回房中 细心地将伤口涂上膏药 林长静不理解 为什么宝珠要这样对自己好 宝珠公主说道 真正的公主 虚得懂人间无奈 宝珠向她问起取血的目的是什么 林长静告诉了她其中的一个原因 你的血可以帮我救一个很重要的 我就知道你不是所以欠我的血的 你就是用来救人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林长静想起宝珠的话 怎么也睡不着 看着这个毫无心眼的人 心中不由地动了情 她将宝珠抱到床上 盖上被子时 看见手上的伤口 对宝珠又多了一分愧疚 林长静带着麒麟血来到林府 千月为了不被吸引 只能用铁链将自己锁起来 第二天千月醒来 但是她不太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 长风向她慢慢讲 这昨天发生的事情 千月觉得自己有身孕的事情 必须要告诉她 长风听到消息后 则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长风知道是这个孩子的到来 才引起身体变得虚弱 但是千月她唯一在乎的只有长风 未来的几天 长风都故意躲着千月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产生了矛盾 一天早上 长风发现千月已经睡了很久 十分担心她 千月为了找到顺利生出孩子的办法 便决定带着长风去找冤婆 冤婆婆告诉他们 蝶骨并不会传给孩子 长风询问起 还有没有办法让千月变成普通人 冤婆婆则是说千月并无血清 没有任何办法 长风听出了言外之意 她故意支开了千月 单独询问其冤婆婆 冤长风得知 只有冤青银骨才能让千月恢复正常人 她只能先利用孩子来引出骨毒 再把骨毒引在自己的身上 长风也同意了千月生下孩子 马上就要到三月 城中墨葵花即将开放 长风和千月也决定先出城必一阵子 此时的太尉正在为城中的蝶奴而发愁 墨葵花也还没有到开放的时间 千月觉得此次离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便写信给宝珠公主 向她做出最后的道别 林长风来到关押蝶奴的地方 她叫几名熬制了墨葵汤给他们 过来看看这些人有没有恢复 忽然飘出的墨葵花引起了长风的注意 她看见牢中的蝶奴个个都碰碰一声 此时家中的千月也看见了城中飘落的墨葵花瓣 城中突然飘落的墨葵花瓣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千月马上就痛苦地倒在地上 长风及时赶回家中 带着她坐上公主的马车就往城外赶 此时的太尉正在搜查城中每一个蝶奴 马车也被拦了下来 林长风气愤地下车 怒斥太尉拦路 爱卫心系自己的儿媳 便放他们出城而去 他们来到城外 冤婆婆也在这里等待着他们 但是千月吸入的墨葵花瓣太多 冤婆婆也无能为力 但是长风想起林总是宝珠将麒麟血交给她 得到麒麟血后 千月也终于得到救治 城中的宝珠公主很担心千月的情况 她看见林长静很着急地前往一个地方 便偷偷跟了上去 她来到一处密室 正好听见需要麒麟血救人 宝珠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看见长静犹豫不定 自己便取出发灾 划破自己的手 林长静将她带到房间 细心地给她上着药 宝珠询问大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林长静不想告诉她 是她阿姐替她出嫁才会变成蝶女 千月昏迷了三天 终于醒了过来 长风坎特不安的心也终于落了下来 她紧紧地抱住千月 冤婆婆见到千月身体好转 也先离开了这里 长风拖冤婆婆带封信给宝珠公主 让她不用担心 千月和长风又来到了朝夕相处的时光 这一切仿佛回到了两年之前 她细心地照顾着千月 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 长风知道千月渴望像正常人一样 沐浴在花瓣雨之下 她带着千月来到竹林 用竹叶许下一场真正的花瓣雨 林长静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取过血了 但是公主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她拿了一床被子盖在宝珠身上 又将炭火放在床边 但是公主依旧感觉到很冷 林长静只能悄悄地爬上床 小心地将手搭过去 将宝珠抱在自己的怀里 第二天公主醒来 看见夫君第一次抱着自己睡觉洗上眉梢 林长静静攻向小皇帝 求特级供炭和西域湖求 临走时也不忘顺走一个暖手屋 公主找到林长静 和她讨论晚上睡觉的事情 侯爷 你今晚还要与我一同睡吗 晚上林长静回到房间 看见公主一个人睡着了 发现她带了两床被子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一起睡 公主收到千月的信后 一个人偷偷地去找千月 林长静则是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后 宝珠害怕林长静知道千月现在的情况 就想摆脱她 但是公主的小心思完全对她没用 终于来到了千月居住的地方 宝珠向她说起了长风和千月在一起的不容易 林长静答应了她的这个要求 宝珠公主将带给她们的东西留下 就和林长静离开了这里 林长静和宝珠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大雪 不得已先在山洞中躲避 宝珠公主的身体也遭受到了风寒 林长静马上去路过的百姓家借一件衣服 然后又将她的衣服洗好 两人不知不觉聊了很多事情 当提到林长静的阿姐时 林长静却面露难色 回到府中后出去寻找麒麟穴的昆参军回来禀报 周边的城池都没有发现麒麟穴 只有公主拥有麒麟血 但是宝珠的身体却因为这几次的取血愈发虚弱 大小姐怎么了 林长静回到家 看见宝珠还在睡觉 她就下厨为宝珠准备着饭菜 距离孩子出生越来越近 但是两个人都想着为彼此牺牲 也珍惜着最后的美好时光 林长静知道宝珠公主的身体 根本不能负担得起阿姐所需要的麒麟血 便写信给林长锋商量对策 当他来到侯府 林长锋不敢相信阿姐的尸身还保存着 林长静向他解释道 当年爹火烧阿姐时 自己偷偷调换出了阿姐 他知道林长锋有办法让千月变成正常人 那一定也有办法让阿姐变回来 林长锋告诉他 只需复活蝶骨 再将蝶骨引到至亲身上就行 但是复苏蝶骨还需要麒麟血 林长锋询问他去宝珠公主 可是为了麒麟血 林长静解释道迫于无奈只能去公主 在外面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原来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 她的阿姐替我出嫁才引起 自那天过后 宝珠公主就决定无论如何 都要将她的阿姐救活 也开始故意疏远她 让林长锋不要再为自己担心 宝珠找到林长锋和千月 她坦白地自己知道你们谈话的一切 也自愿帮助你们复活阿姐 便拿出了自己的麒麟血 未来的半年中 公主一直维持着阿姐的麒麟血 也故意疏远林长锋 看着宝珠的身体日渐消� 林长锋十分担心 终于她还是发现了这一切 明白原来所有的麒麟血 都是来自宝珠 阿姐今年情况也逐渐越来越差 宝珠请求再用其试一试 看着自己心爱之人 为了帮助自己实现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身体越来越差 林长锋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执念 明白自己一直都做错 当想珍惜眼前人时 宝珠公主的身体却日落西山 也因多次的取血换上了血 薛神医告诉林长锋公主的病情 已经无力回天 她来到房间看着宝珠 宝珠只给林长锋说了她一个梦 她将这自己与林长锋第一次相认 第一次便对她动了情 如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 千月怀上身孕已经有一段时间 现在距离生产的日期也所剩不多 她知道自己恐怕凶多吉少 很担心未来只有长锋一人 很担心他们的孩子 长锋觉得血清引骨的计划需要快些准备 马上就找来了渊婆婆 渊婆婆帮忙把完卖之后 私下告诉林长锋 千月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恐怕生产之日就是她游进灯窟之时 晚上的时候 千月意外听见了林长锋 女渊婆婆的谈话 得知林长锋要拿着自己的孩子就自己 两人便产生了矛盾 很久一段时间 千月都不理会她 即便如此林长锋 还是决定牺牲自己 母子二人一定不能出事 千月也知道自己生下孩子 也会离开长锋 为了让林长锋安心 便长到她 让她听着孩子的心跳 她知道长锋这个人牵挂的东西太多 担心我的身体 放不下孩子 也放不下二哥和宝珠 长锋他们已经出城几个月 太尉召来锦铭 询问林长锋的趣 锦铭告诉了她 林长锋和千月的状况 她从种种状况推出的千月 一定是蝶女 便带兵前往准备拿下她 千月此时却快要生产 癌子顺利生了下来 太尉看见了自己的疯狂 也消除了对千月的仇恨 林长锋告诉她 一定会让母子二人变成正常 让她不用担心 晚上的时候 林长锋最后抱着思思 靠在千月的身边 做了与一家人的告别 便开始了血清淫露 昏迷多天的千月醒来 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去 马上就着急地寻找长锋和孩子 冤婆婆抱着孩子 告诉她孩子并没有事情 千月看见自己的孩子很高兴 马上就询问起长锋去哪了 冤婆婆不知道怎么告诉她 而是拿着墨葵花给千月 她摸了一下墨葵花 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惧怕她 身体上的跌骨印记也消失 千月知道一定是长锋引鼓 到自己的身上 冤婆婆拿着长锋 留给她的信交给千月 信中说三年之后 一定会回来与你相会 千月来到曾经自己 承受墨葵汤之痛的地方 眼前已经浮现出了 长锋受苦样子 千月把自己的孩子 出生的消息告诉了宝珠 宝珠的身体也快要坚持不住 现在她的心愿 就是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四人热热闹闹地 过一个处夕 林长锋为了救治宝珠 她私下找到冤婆婆 希望冤婆婆能救救自己的妻子 但是她也无能为力 唯有种下蝶骨 才能激发生命的体征 当她回到服务 宝珠却已经坚持不住 到了生命的尽头 林长锋只能铤而走醒 将蝶骨种下为宝珠续命 林长锋马上一路 带着宝珠找到冤婆婆 墨葵树即将开花 宝珠的身体一定扛不住 林长锋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还是让冤婆婆进行 宝珠昏迷了一个多月 终于醒了过来 她第一时间询问起侯爷的去向 转眼三年过去 思思也已经长大 千月一直等待着长锋归家的那一刻 她相信长锋一定能回来相聚 强光 无论身去破碎 灵魂成灰 真爱永不